你好,欢迎观看我们关于湿疹的视频 湿疹,也被称为特异性皮炎,是一种慢性病,会导致皮肤发痒、发红和发炎 这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影响所有年龄段的人,但它最常出现在儿童身上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讨论什么是湿疹,如何预防,以及如何治疗 湿疹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会导致皮肤发痒、发红和发炎 湿疹的确切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具性与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结合有关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来预防湿疹,但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做,以减少患湿疹的风险 或者如果你已经有这种情况,可以控制症状 一种方法是保持皮肤滋润,这可以帮助减少臊氧和炎症,还可以使皮肤不那么容易受到感染 洗澡或淋浴后立即涂抹保湿剂可能特别有帮助 寻找不含香料的乳液或面霜,因为香料可能对皮肤有刺激性 另一种方法是识别并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湿疹发作的诱因 常见的触发因素包括某些织物,肥皂和洗涤剂,灰尘和某些食物 识别湿疹的诱因很重要,可以通过过敏测试或计下与某些食物和其他诱因有关的发作模式来完成 灰尘和其他空气中的过敏源也可能是湿疹的诱因 为了减少对灰尘和其他过敏源的接触,重要的是保持生活空间的清洁和无尘 使用湿布或带有HIPO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洁地板、家具和其他表面 此外,保持门窗关闭可以帮助将花粉和其他过敏源挡在家中 重要的是要记住,湿疹是一种慢性病,可能有症状加重的时候,也有症状好转的时候 如果你的湿疹很严重或对自我护理措施没有反应,重要的是去看医生或皮肤科医生 他们可能会推荐其他治疗方法,如外用药膏或口服药物,以帮助控制病情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湿疹的治疗因人而异,可能需要时间来找到适合你的治疗组合 通过适当的管理和护理,有可能减少湿疹的症状并提高生活质量 感谢你观看我们关于湿疹的视频 请记住,湿疹是一种慢性病,没有一种确切的方法可以预防或治疗它 然而,通过保持皮肤滋润,识别和避免诱发因素,并获得适当的医疗治疗 你可以帮助控制湿疹的症状,并提高生活质量 一如既往,如果你对湿疹有任何担忧或疑问 请确保向医生或皮肤科医生咨询 �로观看我们 queda足够频道